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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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題目是 為何營在者女? 你聽見這個題目之後 其實有很多疑問 第一,哪一個說這句話呢? 哪一個營在者女呢? 希望聽完這個講道之後 你自己有自己的答案 我看這個語言 不其然就想起另一個童話故事 三隻小豬的故事 大家都認識的吧? 其實你何時讀過這個故事? N年前,大家很年輕的時候讀過 讀過多少次? 可能是一次的 但是你幾十年之後 還可以記得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有三隻豬 第一隻豬做了什麼? 他們建屋,是嗎? 你們是那個年代的,是嗎? 因為原來之後 這個故事進入了去教科書 然後有另一個版本出現了 你是我那個年代最初的版本 第一隻豬,它怎樣建屋? 用草建屋 這隻豬很懶的,很快就用草建屋 第二隻豬就用了木去建,挺穩固的 第三隻豬就是最勤力的那隻,它用了磚去建 然後有一隻豬 然後有一隻豬 豬就來了,想吃掉它們 去到第一隻最大的大佬 的時候呢,它怎樣去弄壞那間屋? 一吹,那間屋就倒壞了,因為用和草做的 去到第二個呢,它怎樣? 它吹完,那間屋還在那裡 然後呢,它用腳踢一踢,那間屋就倒壞了 有一點印象,是嗎? 然後呢,去到第三了 第三豬,吹完之後,吹完之後,不倒壞 踢完之後又踢不爛 然後怎樣呢? 是呀,爬上屋頂又下來 打算吃掉它們 那怎知道第三隻豬呢 就在火爐那裡開了火,然後燒了那隻狼 那隻狼就走了 這個幾十年前的故事 你們都竟然記得 是不是? 其實這個故事的內容呢 就是這個中心內容很簡單 是不是? 但是故事就很詳盡 詳盡得來呢,但你又記得的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預言故事 那個特別的情況 故事的中心其實很簡單 這一句已經說完了 你要很勤力去做好你的事 以致未免以致未來有一些 有些不好的事發生 或者錯誤發生 那個內容 中心是很簡單的 但是那個故事就很豐富 有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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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誰 究竟是你的車重要 還是你重要 是你重要 不過 當你的車乘載著你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幻想著你這個人進來 我已經記得你已經進來 看這些故事 有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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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詳細去問很多問題 你不需要问一下 什么猪要住屋的吗 这些是不需要问的东西 但是你也要很懂得走紧主题 你不要过分地幻想得太远 有些知节性的东西 不需要想太多 但是这个故事也容许 给我们有相当大的空间 去思考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一开始 第十四节那里说 天国好比 其实在二十五章第一节 至到第十三节 同样有个比喻 都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两个比喻是同一时间 同一个信息 中心信息 但是用两个不同的比喻 头一个比喻是说到十个同女的比喻 这个比喻是说到三个仆人的比喻 而这两个故事都有同一个中心的题目 就是主人现在不在 迟大迟一些肯定会回来的 你和我这些伯人用什么心态 去等候主人的回来呢 等候有很多种 平均呢 以我看几十年前 我看一个article 它说平均每个人 用多少年去等呢 用四年去等 那现在人的寿命 更加长了 那可能呢 五年六年去等了 等车 等internet 等signal 很多东西去等 等吃饭 等车 等排队 平均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去等 但是原来等的方式心态 可以很不同 你还记不记得你等你结婚那一刻 怎样等呢 你等结婚和你等巴士 是不同一个心态的 是吧 你记不记得你等 你太太 你自己 生一个子女的时候 怎样等 你不可以用那种心态 你不会用等车的心态 来等 你的子女出生那一刻 你跟我用什么心态 来等待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这个心态很重要 而 其实 去到 二十五章之前 就是二十四章 最后一段 已经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 二十四章五十节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 切齿 原来有些人 他用一种不适合的心态 在等候的时候 最后他会很失望 他会很后悔 他会哀哭 切齿 今天的故事 这个比喻 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主人 他就要离开自己的地方 去一个旅行 我们不知道去什么旅行 但去旅行之前 他将自己的家业 产业 留给自己三个族人 圣经译得好少少 一句说话 他说交给他的时候 可能也是交付给他 或者交托给他 意思是很不同 他对交给那些族人的事情 有一种期望 有一种希望他们做一些事情 希望他们积极地有一些 有些行动 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 你告诉你的好朋友 我快要去旅行 两个星期了 你可不可以来 你可不可以看一看我的房子 我给你铐匙 你两个星期才回来的时候 你问他 你有没有看过我的房子 我有 有 我看过的了 但其实你的意思 不是去看看他的房子 是 看着他的房子 即是 这房子可能有些花花草草 可能有些其他的 有信件在门口 你帮我收拾它 或者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帮我搞定它 是 主人离开 交托给这些 仆人 是有一种特别的心意 不是说 我交给你 你迟些给回我 可以的了 而 去到第十五节 他说到 金钱就是少 有些人说 这个 银钱 这个钱 就是代表了 恩赐 如果是真的 恩赐 为什么有些人 恩赐 那么多 有些人恩赐 那么少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有不同的恩赐 有些人有另一种恩赐 有些人有另一种恩赐 有些人都很羡慕 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做不到的呢 越来越大 的时候 发现现实就是 你有的 我没有 我有的 你也没有 如果我有很多的时候 然后 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 神给我们这么多 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 有些人想 神给你很多 你担得来吗 神给你一个大病 好吗 你想不想要 我不要 对吗 有些人很惨 但是有些人 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生命经历 就是在这个生命经历里面 去发出生命的那种国费 我不需要去妒忌其他人 有些什么 我所需要的就是 神给我们多少 我就去做多少出来 用多少去侍奉 有人说这个是恩赐 但是我觉得 就是 我还想扩阔一点 这个不单是恩赐 这个是资源 神给我们很多 已经有 我们有不同的能力 但是 我们需要有资源 资源包括 身体的健康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机会 我们家庭的 的情况是怎么样 有很多人很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身体的健康 他很难为主做到一些事情 他受身体健康这个情况限制住 神给你和我多少恩赐 多少资源 多少优性的地方 神给你和我多少资源 生命的资源 其他人给其他人优性的地方 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你还问了一件事 我应该为神做些什么 你明不明白 神给你这些资源的用意 是吗 我认识一对夫妇 她提早退休 而且很有质素地提早退休 她是相当之有钱的人 我想在我这个人 真是接触的人里面 她是数一数二有钱的人 但是呢 他们提早退休 他们很有钱 很有质素 她做了一件事 她每一个礼拜 差不多 很稳定地 请 有两天是请人吃饭 而且是自己煮饭 请人来 她请些什么人呢 包括有信主的 有些未信主的 有些是未信主 配偶 即是她一面是信了耶稣 回家 回家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配偶 是未信主的 她很热心地 不停地去做这件事 去款待这些人 她说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福音的人 但是我愿意去款待这些人 但是呢 经过了好几年之后呢 发现一件事出现了 她和未信主的人 有一个关系 当她在教会 有报道会 有不同的聚会的时候呢 她说 不如你来吧 那些人不抗拒她 她最多 不去 但是呢 有很多 隔一年隔两年 她继续邀请 那些人竟然去 其实呢 未信主的人 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呢 你不邀请她去聚会 才会出奇 是吧 她预料你会邀请她 但是她去不去 就是另一件事 你这对夫妇 和你特别一批人 有一个好的关系 当她叫她的时候 她觉得那个情况 适合她去 有很多不同的 未信的配偶 她们后来信耶稣 她也有 将不同的 祖别的 弟兄姊妹 放在一起 以前我们是 永远参加了 这一批的人 但是呢 她就将她 混在一起 那我们 多了很多人 和弟兄姊妹 有更加深的 肢体 相交的机会 神给你 和我有很多 资源 或者给其他人 优性的地方 你怎么酝酿 你怎么酝酿 这些东西 她 这个故事 告诉她 她有三个 仆人 一个给五千 一个给二千 一个给一千 其实呢 原本的意思 不是千的意思 是他年得 他年得 就是一个货币的单位 一个他年得呢 就等于六千日 一个人的工资 当时 一个人 六千日的工资 五个他年得 即是多少 五六 中三十 即是三万 是吧 三万日的工资 你猜 你一世人打工 做多少日 一年 一年 五十二个礼拜 当你一个礼拜做五日 是吧 即是五十二 乘 五 即是二百五十 那样 是吧 如果你做十年 就只有二千五百日 那样 如果这个人得到三万日的工资 即是说呢 是当时平均一个人 打工打一百一十五年的工资 的工资 的钱 其实呢 你这样想的时候呢 即是说 那笔数是很大的 这个故事设计到 那个主人给那三个仆人 那个数额是相当之大 拿五千个的仆人 他拿的是大概一百一十五年的工资 那二千个呢 大概四十六年 一千个就是一半 即是二十三年 其实 就算三个来说呢 每一个的数额都相当之大 这个主人真是 就是交托 交付给这三个仆人 虽然有很多不同 虽然有不同的分量 但是每一个其实都很大 他对主人 对这些仆人的信任 和那种托付 是相当之大 能力大 能力大 托付大 期望也大 但是第一个仆人 然后圣经就说他 很积极 很热心的忠于主人的托付 圣经说他随即 就去做买卖了 他没有辞言 他不知道主人何时回 但是他知道主人的心意 所以他随即即去做买卖 赚钱 第二个有二千的仆人 他都同样的积极 很热心的忠于主人的托付 又随即的做买卖 之后赚了二千 继续 如果你用一个很童真的想法 一千的应该都是这样 这个一千的带着主人的钱 随即做买卖 他应该都赚到一千的 是吧 但是很可惜 这个独人 把这笔钱埋在地里面 他不单止把这笔钱埋在地里面 他把主人的托付 都埋在地里面 把主人的期望 都埋在地里面 接着他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 主人的东西埋在地里面 我继续做回自己想做的东西 主人的心意 的心肠 对我没有什么兴趣 我看不见 我不想看见 现在我不能看见 我也不想看见 我也不想放在心里面 这是对我没有兴趣的东西 主人关心的事 我不愿意花任何的时间 精神去想这些东西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圣经特别提到 一个很长的时间 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这一批的伯人 有机会 其实 继续做很多事情 埋在地里面的一千 就是那个伯人 其实有机会回头 我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呢 接着 这个主人去跟他们算账 去衡量 他们每一个人 收了我的托付之后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怎样做呢 只有五千 那个 本来有五千 但是赚了五千 他就带了一万 银子去到主人 主人做了三个回应 第一 他称赞他 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伯人 第二 他赏词他 他说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 派你管理 第三 他做错了一个邀请 你可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不单是一个伯人 你是可以享受你主人 我这个主人 同样的快乐 你已经超过一个奴伯 你这个主人 愿意给这个伯人的 已经超过了一个无敌的 可以 应该要得到的 清赞 赚赐 这个邀请 去到第二 拿到第二千 那个银子 那个人 拿到五千 那个同样的 有那个 结局 就是 得到 相同的 清赞 相同的 赚赐 相同的 邀请 如果 那个得到一千 他真的 很用心 去做 去承担 这个 托付的时候 无论 他得到多少 一千也好 二千也好 五十也好 他都会得到 主人 同样的 因为 他对主人 那份 的 纯洁 服事 那种 心态 他不求自己 有多少 益处 自己要放下 多少 他只是求 主人 得着更多 这两个 这两个 伯仁有一个很 特别的心态 就是 我所有的 东西 都是属于 主人的东西 下一个伯仁 有一个很 不同的心态 就是 我的东西 我拥有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 主人你的东西 就是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 不关我 当这两个伯仁 给 这些 金钱 给这个主人 的时候 主人说 你们可以同得 我主人的快乐 神很愿意 你去同得 他的快乐 快乐有很多种 你和我犯罪 都有快乐 是吗? 如果犯罪 没有快乐 哪里有那么多人犯罪呢? 但是犯罪的快乐 会带来给你后悔 惭愧 为什么我 又失败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我们有地上享受的快乐 吃得好 住得好 玩得好 都是有快乐 是吗? 就是哪一个不想吃得好 住得好 玩得好 但是这种快乐 是短暂的 这种快乐 不会留在你心里面 继续叫你有满足 这些是适合的 每一个人需要去 在生活当中 享受神给我们自己恩典 但是 这种的享受 带给我们一种 不可以 存留在心里面那种快乐 第三种快乐 一种熟天的快乐 是主人神那种快乐 是一种喜悦 是一种满足 是一种生命那种丰富 丰盈 未必是享受得很好 但是对生命有一种把握 对人生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有一种暗围 有一种把握 保罗说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佛喜乐 弗拉比斯四章一字 他说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另外弗拉比斯四章十二字那里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我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 人生去到这种的欢愉 生命的欢愉 这种就是一种满足 无论我生命有多有少 有缺乏的时候 有丰富的时候 我都很随 随于而安地 很安然地去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 与主同工 与主同行 就是一种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 这种喜悦 是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叫我们满足 好像圣经所说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活水干河 喝完之后不需要再喝了 逆欲直涌到永生 你和我 渴望有这种快乐 渴望有主而来那种快乐 或者你和我还在追求 地上生活的享受的快乐 神很愿意 赏赐给你和我每一个人 那里当中有一句 我最初都不太明白 他说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 那个主人说 你有五千你二千的 其实这些是很细碎的 很小事的 但是当你忠诚地去完成这种交托之后 我这个主人很愿意 给了所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交给你管理 而且你可以得着我的快乐 是的 神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恩赐 恩典资源 在神眼前 其实很细碎的 但是当你愿意去忠诚地去承担这些托付 神很开心 神很愿意将所有的东西 更大更多的东西 超过你所做的东西 去赏赐给你 第三个仆人来到 主人回来的时候 他在地上挖一千元 一千元支出来 原封北洞的挖山出来 交给主人 他对主人的托付 那个期望 完全没有做过任何事 没有关心过 什么 而且对主人有一个负面的认识 就是说 我的主人的要求很高 我的主人很严厉的 他想法很严厉的 他想法很严厉的 他将这个 如果用现代的形容 整袋钱 原封北洞的 交给主人 如果是一百元 那十张一百元 那十张一百元 原封北洞整个package 没有移动过 交给主人 连那十张一百元 那十张一百元的 number 都是一样的 完全的交给主人 数目一样 包装一样 完全在 他离开的时候 之前是怎么样 今天回来之后 一样是这样 因为 他觉得主人很严厉 很苛刻 主人的事不关我的事 我做多 就错多 做少 就错少 我不做就最适合 所以因为我不错 这个就是 这个仆人的心态 他说 我认识主人 是一个很严厉的主人 他在没有种的地方就修割 没有散的地方就聚念 他说他没有播种的地方 就要求有修割 有修成 真是很严厉 甚至乎 都很苛刻 没有散的时候 散 其实是代表着 那些种 种的东西 你全部都没有 种的东西 除了家 在家 种过东西 不过不是那种种法 是吗 你还没有耕过田 谁耕过田 谁耕过田 我们还没有耕过田 我们的脚 还没有踩过去田 耕种 耕种 耕种有修成之后 其实 你拿了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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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磨 就是你磨走 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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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种过的东西就要收割 他没有做过的东西 披羊肠的时候 他就要收获了 这个仆人 很自私 只是顾自己 不顾神所托付的 他甚至将主人的圣情 那种心肠扭曲了 他只是对主人有片面的认识 你问一下 哪一个故意犯法的人 会称赞那些执法的人 你问一下 哪一个任性的子女 会觉得父母所做的决定 是完全正确 这个主人 最后回答了这个人 如果你觉得 我是一个这样的主人 而你是我的仆人 你是否应该要做多些东西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是一个这么残忍 这么苛刻 这么严厉的仆人 而你是我的仆人 你是否应该要做多一些东西呢 你最低限度将那笔钱 放到银库前庄 或者现在的银行 你最低限度可以拿一些利息 就算你不懂得投资 不喜欢去投资 你有一笔钱在这里 你用脑子的话 你最低限度 你都可以拿下去做GIC 是的 你有少许可以拿回来 你连少许都不愿意去做的时候 然后你真是一个很懒 很恶的仆人 恶是因为善良相反 你一个对主人没有心的人 很不同的体贴的人 然后这个主人处理了这个人 也处理了这个人的钱 他把这个钱拿走 然后给另一个已经有一万人 那些钱很重要 如果虽然这个仆人 不适合的仆人 没有做过任何事 但是将他安排给他的钱 给另外一个仆人 那个发挥会很大 这个仆人就不同了 这个仆人是无用的仆人 没有用 处理完钱之后 处理这个人 他说这个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的黑暗 他在那里会哀哭 那些钱给他是浪费的 一个没用的仆人 给他一些有用的资源 因此他是浪费的 你的钱 你的资源 很有用的 我说过了 不过如果落在你跟我没用的人身上 都是没什么用的 不如给其他真是有心的人 那就是好 那别人就用得着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卡他 使他有余 神愿意给我们一个有余的生命 有时我们未信主的时候 神是主动找我们的 神很积极主动找我们 但是信主之后 为何神好像这么远 神愿意你跟我 当你认识了之后 你多走一步 主动找找神 当你多走一步的时候 你真的看到 神是很丰富 比你以前所想象的 当彼得愿意跟着耶稣 他吩咐去 银船 去到水深之处 打鱼的时候 他就真的看到神的大能 圣经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的教训 他们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只要肯走出那一步 神愿意给你看见 更丰富的东西 神愿意给你 得着更加多 跟他的关系更加亲密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使他有余 我看见有很多人 生命有丰富 有丰盈 有余 有一个牧者 如果有机会 我也想去见一见他 梁德仁牧师 过去一段时间 在巴拿马 服侍 现在应该 九十几一百岁了 我听过他的故事 但是没有接触过他 有机会在他 坐在他旁边 听一下他的说话分享 其实我相信一个很大人生的启迪 梁牧师的太太 梁潘庆芳 是1975年就离开这个世界 你们如果读一下上一代的宣教的历史的时候 潘庆芳 潘这个姓 有没有一些的认识 有一个家族 姓潘 他有很多的传道人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女士 潘氏岳 潘氏端 是潘庆芳的 的弟弟 这个 这个 师母离开了 1975年 离开了的时候 在一个安息会的礼拜里面 有很多人为他流眼泪 有人说 这个不是安息会 这个是 陪灵会 在当中 有很多人 因为 重新 回想 这个 姊妹的 一生的时候 很得着安慰 很得着鼓励 梁德仁牧师 跟着六十几岁的时候 继续承担主的责任 去到南美洲宣教 最后 去到巴兰马 在2015年 当他92岁的时候 有人问他 你退休了吗 你应该退休了 他回答一句 一个人退休 就是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现在就做自己喜欢的事 一个服事主的博人 活到这样 生命这么有欢愉 这么叫人羡慕 其实 真的很豐富 相对于我们现在 想想一下 就是我接着很多长者 我都看见很多的人 就是预备退休 有时我自己都问 当我退休之后 我的lifestyle 算了 我还可不可以 借住我的lifestyle 去祝福 侍奉其他人 当我退休的时候 我有另一种 的资源 我有的 别人没有的 我会怎么运用 我这个资源 以致 其他人得着 有一种的福气 当我退休的时候 我对年轻的一批人 对EM那批人 就是我们英文语的那批 这批年轻人刚刚出来做事的 我会不会带给他们一个新的体会 对神有一种新的体会 而不是他们觉得我们 是不适合的呢 这批人给我看见 梁德仁这个批人 给我看见 生命的那种丰富 一个西宣教士 他叫做 他在1847-1901年 他叫做Thomas Wellesley Pickard 他在中国宣教 他跟着退休之后 他回顾自己一生 他说了一句说话 我们怎样去衡量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中国这个地方 所投资的生命和努力 因为在那个年代 实在有北美欧洲 有很多年轻的宣教士 来到中国 为主献身 我们怎样衡量 这些生命的投资呢 他说 我可以充诚地说 因为得着 侍奉主基督的机会 我每天配各感恩 并且深信者是 度过此生最踏实 和最睿智的方式 这个仆人 去到人生的最后一段 他很满心的欢恩 感恩的话 这个是我人生最踏实 最睿智的生活方式 我们一起祈祷 祝我感谢你 给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虽然我们有的 别人没有 别人没有的 我们有 但是 你给我们有风筝 我们求主 你继续帮我们 就在这些风筝里面 这些因赐 祝你